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谈Mastermind 我身边有Jason在这里 Hello Jason 你好 Simon 第一次爆你 是 见了很久 第一次合拍 就是第一次了 今天见到港股期止期算日 见到表现真的一样 可能不知道是否见到中美贸易协议 就说下个月签不成 现在是细市场可能在观望联署的计息 其实港股的走势 短期走势是否没什么变化要先提定 如果投资者要入市的话 其实真是看梁国有没有新的进程 因为我们这下子反弹 其实当然取决于宋美在第13轮的高级会议 达成了口头协议 但文件真的大家没想到 原来这么难斗出来的 整极都没整好 我想就内里大家都是在角力当中 因为近期都比较多传民 内里方面也不会这么大量购买农产品 美国方面也有在华为 或者其他一些电信设备里面 也不容易放手 我想在谈判会议 或者两国元首会面之前 双方的角力都会继续维持 但最近这几天就吹淡风 所以市场达到27,000 几次都瘦了下来 瘦了自然 大家开始要吃壶走货 所以令到市场 我觉得会比较是整固的格局 其实26,300 50天至18天 这七百多点在这浮动 看看消息或者风向 到底是吹暖风还是吹淡风 然后才有个突破机会 但是当然你说明天就会 知道联储屋议息会议 但是既然货币都牵扯 有九成会减息 但是减息完之后 看看会议到底打后的时候 到底会是吹甲还是吹鸣派 但是大家预期 今年应该减下今次息 就有机会暂停 我想股票市场 也不是暖风 所以市场短期整固一下 我们再次沉下26,300再做 可能等明天的议息结果再看 再做部署 对 议息后声明 他先说些什么 这个鲍威尔 明白 其实看到市场正确 好像有点正确的时候 一些强势股都挺厉害 看到今天安踏和石药都继续 破顶都挺厉害 真的是继续升上来 其实看到安踏就说 好像是奥运会 他们可以穿到服装公映 所以到2022年 其实这个因素是否真的 很大支持呢 这样又继续破顶 是的 本身好像体育货股 其实今年一直都是强势的 安踏就上次在高位 当时14天的RSI 都已经去到一个接近80天的水平 之后的一个回吐 现在是说 你知道沉淀下去 近20天才再做过 所以这类型股份 都维持一个强势 直至就是 炒到又是一个超卖水平 接着又下一个回吐的机会 所以如果你说没有货 好没有这些位置追呢 有空间的 但是大家看着超卖水平 如果又去到超卖就算了 唯有就是炒住这个向上波幅 其实看到它这几个月 都涨了很多 是的 其实现在追是不是 直卖水平 还是可能是 它越破的话就不要股定 其实最痛苦就是这一刻 因为强的股份就越来越强 看看大家敢不敢买 如果真的买下去 其实就刚才提过 它可以就是 会涂的时候下20天 如果你说不急 你就等20天 看一个支撑力度强不强 才考虑上车 我想就你说这类强势的股份 你真的不买 你之前完全没有买过 那唯有就等20天 如果你说之前一路 一路一路 一个很积极的部署在他身上 那你大家都持有的话 那大家都见识过 那些股份 今年都还是比较强劲 而一些就算你说 之前一些超售的数据 出了来震荡完了 震不散它 也只是20天 所以如果你说没有货 就看一看不看二十天 如果你说有货 你就等到他炒到超卖的时候 就走人了 明白明白 那如果整个板块来说 通常大家讲开 都是讲理领和安踏 其实你有没有 可能哪个会好些 如果投资者要选择的话 其实现在这一刻 你说理领的超卖 情况就没有那么夸张 现在来说 十四天的IRSI 都是63左右 但是当然 今天爆发上来 就是在2022年 才有个订单 但是其实这两只股份 你见到形态 其实很相近 当安踏炒到差不多的时候 资金也会找理领去追落后 所以我觉得 现在这一刻 我觉得理领都吸引的 而且上一次也是 刚刚也落到20天线 整固完之后 整了三天 然后又来反弹 所以其实形态很相近 只是什么时候 哪一只是吸力破近期高位 明白明白 刚才提到另一只 就是石药到破 人家见到最新时 抗芯律失常药 获了批 其实这些股份 是否真的高追到不怕 即是见到石药到20元 这只真的很后悔 因为之前没有追 亦都不太敢追 现在来说 上到这些位置 好实说 韜客更加不敢追 为什么 因为这只股份 今天收市 10石RSI是77元 其实超卖 大家都看到 但是这个消息 我觉得这些药股 当然是定期 一些药品药种被批 其实往往有刺激 但是炒了差不多 大家也开始要看 就是内地方面的大量采购 问题 所以我觉得去到这些位置 好实说没有货 我就宁愿先等待一下 宁愿等下一个坏消息 出来激下去才再想 这些位置 当然这个消息 可不可以真的帮到它 因为它的药品药种 其实反抗是很多种 今次这个消息 都帮到它接近6% 我觉得是有赚的了 所以你说高追 我觉得就要小心一点了 但如果有货 就应该是走了才算 有货 我想保持20元楼上慢慢沽 因为始终它现时 破顶的力量相当之强 既然这样破上来 看看有没有机会 真的存在20元 如果你说20元 可以开始慢慢走 是走走人 因为刚才提过 距离超卖的情况 都很近 所以如果有货 即20元楼上可以分住 开始慢慢沽 看到其实另一只蓝筹约股 终身制约今天就倒下 如果计估值来说 其实可能这只会否便宜一点 还是一样这么贵 其实这两只蓝股 大家好像兄弟班一起炒 刚好实际上个星期 才达到20天线 大家才很害怕 接着有个反新 但近期177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当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又有些获批 临床试验这些消息 大家未知 但如果你说以个势头来说 其实它近期都是跟1093 一直都是比较强势一点 如果你说又要等它抠买货 其实20天线便大家有抠过 其实上个星期 不是上个星期 应该前几天 才20天线反弹上去 第二 那时大概是11元以下 所以那些位追 不如给一点点耐性等它 即是10.8毫 比较日平均价值 我们再看看其他焦点办法 看到今天汽车股 都算跑输大市 看到比亚迪和广汽的业绩都一样 大和还削了比亚迪的目标价近三成 兼下调评级去到中性 其实内地为了谷经济 都叫谷行来需 但为何那些车股都好像表现这么差 是 车股真是看起来品牌 其实你之前的长城2333 出的业势是相当之美 其实已经是夹到上来近期高位 而吉利其实销售按月 其实近期都是一个回升 你见到吉利都肯市十五元 但奈何利或比亚迪 其实当然有点强差人异 因为内地的电动车 或者新能源车的补贴一直降低 对它的影响到原来真的那么狠 那么深 所以现时我想要等待整个 整个区域才是太阳流强 一些低端一点的电动车 开始淘汰了 可能未来的提交才会更加明显 当然车股就是看下你的车款 受不受市场欢迎 所以我觉得以现时 刚才我们提过 好像体用品 都是内地的品牌 我觉得内地也想自己 扶持自有的一些品牌 所以吉利 吉利或者长城 近期的数据是理想可以持续 而比亚迪 当然他之前也说第三位是一样的 现时也预计第四位更加一样 也是一样的 其实要等待他转了后风 可能才再想回他的户处 明白 有观众已经很快就问了 什么时候可以入175吉利汽车 有没有价格可以提供给他呢 175其实近期就炒了一段上历了 如果你想再上一架吉利 我觉得可以留待在10天线 10天线大概是14.2左右 14.2基本上是上星期的位置 其实今星期产了上来之后 如果没有货 我觉得下14.2才会安全些 因为当全部175的大家投资者 买了的挥一挥手 坐着蟹服的都相当多 所以我觉得这个股份 这一刻不用这么高追 你大概14.2左右卖了 我觉得这些位置上车 就可以尽可公推出手了 嘉宁观众Monika 就留意14.2的水平可以上车 我们再看看其他个股 渣达今天也出了业绩 第三季的税前盈利 按年就升了大约4% 有大行都唱好 股价都抽上了 其实现在是否能入得过 还不如可以 不过其实派息 我觉得之前也有点少 他都说派息 未来会再 预期有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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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之后会不会再增加 但其实强弱都有分别 你见到汇控出业绩 就被击落 其实渣达出完之后 当然大家是比较上收货 有没有机会再上一层 我觉得这类型 你说出了业绩好的股份 其实可能都最少 可能踢到三天 今天你当踢了半天 因为中午才出业绩 我想短期还有空间上的 但好实话 这么大只银行 你都不预计它 这么快上80 所以你说这转上 你说摸着顶位 可能你大概75元的位置 会比较上明显示的阻力 所以你说这段期间 你打算坐顺风车 我想这辆车去到75元左右 可能要考虑下车了 都要有几元就赚了 那我们不如讨论观众问题 见到今天有几个观众都问 就是问一只中手游 其实中手游的认构反应都很理想 一手中签路都只有15% 但我们也同时抽中了 不过暗盘反应的表现 就好像真的不是很特别 其实追渣沟 你可以怎样 明天是否要断放了它 其实近期新股表现 就是抽的时候很剧烈 开始之后 其实往往一直沉下去 现在暗盘价 其实就大概3元以下 不过本人可以持凡事持有些股份 抽到 是的 但当然 现在暗盘价令大家都少失望 但这也是一个参考 因为未正式上市 暗盘往往反映 就是散户或资金投资者 对它的投放异欲度很大 未曾反映到实质价值 但以它的定价 因为今次既然500多倍的超额 自然它拿到最高点来上市 上市可以看回市盈率 市盈率大概18点多倍 未至于是相当贵的 所以我觉得明天有水位 有的 但如果你说近期也是 追的话我就觉得不要追了 除非沉下去近招呼架 或者29附近 我都可以考虑 但如果你说明天真是 好像上市之前 大家预期有两成左右的升幅 大概有三个四 我觉得可以考虑 就去吃糊 因为近期的新股不似预期 所以就算你说行业 都不算定价太贵 我都担心空间未必太多 那嘉宁观众就留意 我们再看看其他观众问题 见到有观众想问 2018瑞星科技 46元有货 是否应该要走呢 是 46元有货 其实近期你都见到 价格在50元这些位置 熬了多久 好像破不了 但相对来说 其实是比较强 因为其实你今天的市 滚百多点下来 它都肯到升住收市 其实你的上落幅度 近期都比较大 好像今天你见到低位 你都可以沉下去 差不多48元 47元以下 46.8元 再上去49元多 幅度其实比较大 如果你说46元多 你做一个短的 我觉得你看着 近期50元这些位置 吃股了 但如果你打算 真的持有中线 我觉得这个股份 其实形态开始 慢慢转回强小势 因为大家开过图 都见到 之前高位180元 其实你追的空间很大 但当然业绩不是那么生性 不是那么英俊 所以一路就沉去这些位置 但iPhone的销量 内地或者环球信 都做得比较好 所以如果你说 即是持有中线 我觉得可以贪心一点 在月54元 短的就先看着50元 即是现水平 还没有上升 可能观众想中线 可能50元 或者去到54元 54元才可以 是 因为仍是可以追落后 不过也要提醒 因为本身的业绩 真的密碼 但记忆中 应该不会公布贵 所以这段期间 可以叫安全期 大家留意一下 看到也有观众问3319 想问牙申股 最近也有很多观众问 这类股份 都挺强势 不过今天就回回来 昨天好像是破完订的 是 那是怎么看呢 都真的 炒得挺剧烈的 当然它之前 炒到高位之后 就做了配股 那一刻都打残了大家的信心 但随即又上回来 都算肯生性 亦都破了高位 所以相对来说 若果你说 为何它会有这么大波幅 因为之前就停过牌 就打算去收购 那方面都是同行 但可以就是 因为它收购公司 都是十多倍市盈率 其实可以直接拉低到 它的市盈率的一个状况 你变成就是 一间贵的公司 买一些便宜的公司 其实对它有一定的帮助 股值可以提升 因为整个市的物管股 在炒30倍的市盈率 现在来说 即拉低了 那便可以再水上船高 但是你说 这些位置可不可以再追 当然之前配股 令大家有点担心 若果真的没有货 其实你看到之前 配股 都达到未接近20天线 慢慢用时间拖长 到接近20天线才反弹 所以你说没有货 我觉得20天线 这位置才考虑 现在22元左右 上升空间 我觉得 你其实看到它 都一直在破顶上去 你看看 到底 将来的拼投机会 会继续積極 我觉得 它仍有能力 继续破顶上去 如果选择 都是选择一些 大支 如果逼挥完服务 是否也有好选择 逼幅也是很高 现在的市盈率 差不多六十多倍 这类型的资密管固 我觉得大家挑选 个母公司 或者姐妹公司 够强劲 六百八旗下 或者逼桂圆的姐妹 或者同系公司 大家都会憧憬 有很多项目 会比较市价 或者便宜一点 资产的注入 所以我觉得 他们都在 现时拼购 大家的憧憬情况 都会继续炒上去 迫伏其实都是维持 一个没什么跌的情况 我觉得 还可以继续摸顶上去 只是 一个速度 其实未来都会慢慢减慢 因为其实已经是 相当高了 其实位置 明白明白 那我们再看看 其他观众问题 看到有个观众 想问三百八百 金山远见的 什么价位可以入呢 三全八 其实相当难炒的 业绩好的时候 跌下去 业绩不好的时候 抽上去 其实这个股份 过炒的难度相当高 很挑截 是的 但如果你说 什么位置上车 其实若果 近这两个月里面 一些波幅区间 其实它可以是大概 你说到十七至十九个半 这个位置上落 现在来说 你都接近在 偏低少少 是十八元附近 如果没有货 我就真的宁愿 等它便宜些 才博个技术性反弹 因为你说 它之前来说 我现靠 全部投放在云的情况 其实都对它的盈利 那个表现 其实都持续不能够 带来市场方面的惊喜 所以现阶段 如果炒 就是 我宁愿低了 那时来的波幅区间 炒了波幅区间 十七至十九个半附近 所以现在来说 我觉得等下才想去 现在是中间位 是的 好的 我们就看看其他观众问题 见到有个观众问 美团点评三六九零 90元有货 上网多少呢 今天收94元 是的 恭喜你了 本人正在观众视频 30日内都炒了这些股份 好用 是的 你90元买下 其实都算OK 因为90元那时候 你都见识过了 其实它也是做调整 又是这类型的强势股份 就是去到20天线 就有它一定的威力 其实它刚刚上个星期 就是你一打打回到20天线 这些位置 大家就想着 怕不怕去穿 你上车那一下 其实就刚刚就是20天线附近的水平 所以既然你都摸到一个好位 你先忍耐一下 因为内地方面 其实它 我记得都快将会公布 这个季度业绩 但现时 它之前就出了个中期业绩 转规为形 所以令到大家的投资欲 由当时 大家180度改变 因为其实上市那时候 他都未曾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开始有盈利 谁知道现在是这么快 就有盈利回来之后 再加上市价比一直是扩大 内地方面 你说送餐服务 其实内地不是很多奸 不是很多奸 但是龙头的 现在缩小得很少 我想现时 它都可以看着一字头进发 一字头进发 是的 但是你的股份 你不可以拿太多货 因为拿太多货 它会很容易拦走你 可能你拿少住的货 你便慢慢浮在100元楼上 你可以留意着 未来出个季度业绩 看看可不可以 继续给市场一些惊喜 其实现在这些新经济股份 其实那个股值都很难说 其实如果现在才想入 会不会太迟 还是少住少住都可以 是的 少住少住都可以 因为现在市值大到不得了 已经5400多亿市值 5400多亿市值 有什么概念呢 我们看本港地产股份 16号市值都是3300多亿 加上17号都是1100多亿 即是两家本港著名的地产公司 加上市值都不够这么大 其实你未来就会比较多 可能一些指数会被纳入 还有它之前都成功互联互通 多了内地的资金追捧 当然你说一些新经济股 就比较稳敏 一定是业绩的表现 如果业绩未来出过季绩 出来是不对路的 之前来说你第一季蝎 第二季赚 第三季万一又退回去的话 整个投资气氛会很快逆转 所以这个业绩公布前 我想大家要先绑定安全带 或者少量的收货 因为你真的不知道业绩出来 会不会是令到它上100 还是玩完了 所以我觉得业绩公布前 大家留意着 如果真的上入货 就可能要看实货席 我们再看看其他观众问题 看到有观众想问 一七五几千可以入 刚才呢 刚才答过了 大约是十天线的 水平十四个二的水平 都可以入一天 你挺好记性的 我不是抄下了吗 看到又有观众想问 国寿昨天都出了个季 都算是不错的 想问哪个位置入好一点 今天 不过其实看这幅图 它都是十七至二十元的水平 上上落落 上上落落了几次 其实现在入是否还是好时机呢 其实行内大家都笑 人秀就十八二十二 那是什么呢 十八至二十二 一直在上落 但是今次出了业绩 其实业绩前已经出了一个营起 预计就增长一点八至两倍 其实你现在大家都很懂得玩营起 你现在出了业绩就一点九倍 刚刚中间位 当然业绩是对版的 当然跟低基数 和投资收益的扩展都有一定帮助 但另外几点就是 它在5月就将一些税项的优惠 在保险公司 是今次来说都可以呈现出来 我想整个行业都可以帮到手 但是为什么它会比较好些 因为它的代理人团队有增加 而且它都向着 因为它真的停止一些 一些新业务的变化 其实都停止了很久 之前大家都认为它缺乏活力 现在开始做更多 线上线下的销售 所以是有期待的 如果你想买 我想这些牌就抽了上来 可不可以沉低一些 如果下回19.5%附近 我觉得也可以考虑 既望着 今次真的有机会上到22元 希望 好像很久没有观众问 有观众问700 可能我早开时就没有人问 看到有观众问700 有多少钱可以入 其实看见它11月中就公布业绩 11月13就会公布业绩 本来是30日内都有买过腾讯 但是近期还是输钱走 因为它真的好 没有特别消息 其实如果你想买腾讯 可能315316这个位置 你便有少数买 因为近期要摸到低位 其实现在也真的很便宜 看着大家有没有信心 去持続 但坂上说 刚才搞了那麽久 去到这一刻才来说 腾讯 平时第一只是腾讯 大家的意欲就是低 因为日日沉下去 是否有坏消息 有的 但又未至于坏得那麽差 我想我们说 踏入11月 行情会变化少少 因为中期也说手机游戏流水 也有很大机会到第三季才能拍到 所以季度业绩不太差 到11月大行会出一些报告 看会否调升目标 或者目标会否再执 现时这些三一级位置 我可以先买住小注 如果真的让它起动 你可能正式地大一点成交 你破320元这些位置才加住也不止 所以这些位置我认为 小注买我认为不妨 好的 我们再回答下一条观众问题 看到有个观众想问 1818招金康业 它9.78有货 今天收报8.67 哎呀 9.78了 是不是要止蚀呢 其实准备了 但是你看到近期金价 又不是说动动得那么差 那为什么这些金股呢 因为其实好实说 之前它炒得 可以叫炒爆了 就是炒得过高 那你现时开始回吐的话 我觉得你可以看着 250天线 因为金价又不是 那么凹凸的情况下 现在250天线就大概8.2 万一你可能只失手到8.2 都真的要投降 但若是说万一落到8.2 不用碰了之后即走 因为这些重要旁销位置 我觉得 除非你说低过两天 你可能真的要考虑 真的要止蚀 现在来说我觉得金 当然跟整个 地缘政治因素 或者中美贸易的影响 对金会有一定影响 大家是逆向的一个思维 所以这件事来说 他们有得谈 金其实不太圆勇 反而可能你要看 未来谈判可能又破裂 或者大加地缘政治因素 又浮现的话 其实金才会反弹 我觉得你现在这一刻 唯有就继续守住 因为都差距1元 你看多4毫子下去 我觉得就不妨 万一你可能低过 刚才是8.2 低过超过两天 就唯有真的忍痛 最少减了一半货 感情观众就要留意 8.2的水平 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想问一下 Jason刚刚说的股份 有没有持有呢 刚才立刻申报 有302 还有腾讯 3690 其他都没有了 直播时间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